Suzuki SX4 到底值不值得擁有喔? 恩... 以我一個開了一年的車主來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聽聽看囉! Suzuki SX4 這一款五門跨界小車 到底有沒有入手擁有它的價值喔? 那這款車款在市場上算是數量比較少 所以心得感想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多 那以我一個擁有者來說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台車擁有的一些特色 我覺得是還蠻推薦的喔 第一個點就是說 以五門日本小車大家的觀念總覺得 好像操控性上沒有那麼好喔 那Suzuki它算是做五門小車跟越野車出名的 所以在底盤的剛性以及它的操控性上其實不差 以我這台已經10年 然後避震器已經衰退的車型喔 我等一下下面有一個影片讓你看一下 就是在山路上然後比較快一點的速度的操控 它的穩定性其實表現得還算蠻優異的 那SX4這一款車因為它是跨界的五門小車 所以它在車室空間上不會讓你像 不會讓你有那種壓迫的感覺 不會像一般的五門小車就是很擁擠很小很壓迫 即便像我這種身高189的一個車主喔 絲毫不會感受到一點點壓迫喔 等一下我下面有一個影片可以讓你看到 一樣的一樣是我然後去做前後座 空間上是非常的充足 我過年的時候用這一款車 然後再三個大人一個小孩 出門這樣子一圈這樣下來也都不會覺得疲倦 覺得不舒服 所以在空間上這款車算是比通緝車來的優異喔 那這款車的外型呢 很多人會把它拿來跟SWIFE做比較喔 當然它不是走顏值掛的 但這款車在市場上改的好看的也非常多 你就是盡量往那個拉力的那個方向去走的話 就可以把它改的好看 那這款車的動力跟油耗表現怎麼樣喔 老實說因為當時的科技技術就是 1.6的自然進氣引擎 然後SUZUKI因為強調安全性跟車輛的定位問題 所以它比較重 所以這款車的油耗我目前開到現在喔 大概開了1萬公里 平均油耗在12.8 那市區油耗我自己大概抓一下喔 大概是8到11 那高速油耗差不多在15到18之間喔 所以平均油耗最後是落在12.8 那陳宇剛剛說的就是因為1.6自然機器 然後搭上一個比較重 比較安全性高的一個車體結構 所以它0到100加速只有12秒多 其實不算是很亮眼喔 應該說非常的軟喔 沒力 以現在的渦輪小排氣量的車款來比的話 它真的算是比較不給力啦 但是你說夠不夠用 以台灣的都會區使用 跟一般的山區這樣駕馭的話 其實都算是OK的 只要你手自排的檔位控制的好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車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如果我們一樣以二十幾萬的預算 然後去市場上同級的五門小車來比較的話 這款車的優勢是在於說 它有六顆安全性啊 那ABS跟那個是基本的 一樣是其他的車款 你大概只能夠挑到雙安 甚至於很多連雙安ABS都沒有的車 因為預算二十幾萬的關係 所以自然而然 一台車的妥善率好不好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喔 那Suzuki SX4這款車 包含我的朋友們 我們大概聊了一下喔 十年下來其實會壞的東西不多 會壞的東西不多 引擎變速箱冷氣什麼的 其實都算蠻穩定的喔 那Suzuki的車子如果硬要說它的缺點的話就是 它給你比較好的底盤支撐性 所以它的底盤耗材相對的壽命 似乎也比較短 那這個部分其實見能見智啊 因為像我知道的一些品牌 其實底盤的妥占率 其實壽命也都不是很長 這個我覺得是小事 但是其他的大象的重要機具跟結構 不太會有故障的問題 我算是預算可看 算是可靠性很高的一台車喔 這款車它講求的是一個功能性 那所以說它給你比較高的車體 然後比較寬敞 比較靈活運用的車內空間 然後比較大的輪胎 可以讓你應付台灣的各種車 各種使用狀 道路的使用狀況 路況 如果你今天是希望預算二十幾萬 找一台安全性高 然後操控性不錯 性能不錯 妥善率可靠度高 然後車內空間表現也不錯的車款 那Suzuki的AX4 會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不用錢喔 謝謝大家 按讚 感谢观看